2月23号 部分江浙户人民 在连续半个多月的阴雨天后 总算看到了点阳光 看来流浪太阳 大家没白追 不过 见到太阳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 26号江南中北部一带的雨势 还会增强 南方阴雨天起将持续到3月上雪 太阳为何流浪 连阴雨一直下 据中国气象台 气候监测显示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大量低纬度水汽 向我国南方地区输送 同时入冬以来 冷空气活动多 冷暖空气频繁在南方地区交汇 导致南方持续在阴雨寡罩中 连日的阴雨天起 也拉动了干衣机 除湿器 雨伞 袜子等商品的消费 据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 干衣机的销售额 比上周增长近5倍 除湿器增长170% 袜子 内裤成为江浙湖一带消费者的热搜商品 2月12号 杭州地区袜子搜索量比一周前增长近6倍 内裤搜索次数比一周前增长近8倍 对此有网友表示 内裤批发商 获成最大赢价 不过有人疑问 刚买的内裤 不洗也能穿吗 有网友的回答量了 对于南方 还将持续的阴雨天起 流浪的太阳 你听到当代夸父们的呼唤了吗 新京报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